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源 虽然地球上71%的面积都被水覆盖 但其中99.9%的水并不是能够直接饮用的海水 据统计世界上约有6.63亿人住在没有饮用水供给的地区 虽然许多国家都开始尝试在沿海地区开发海水氮化过滤系统 但居高不下的成本都让这些方案无法真正实现量产化发展 近期来自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安德烈海姆教授 推出一种海水氮化方案 希望能够改变这一现状 他所采用的是一种被称为氧化石墨烯活膜过滤的技术 安德烈海姆在业内被称为石墨烯之父 同时也是曼彻斯特大学国家石墨烯研究所的牵头人之一 从业至今他已经在石墨烯领域发表了超过150篇的科研论文 并在2010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与人造石墨烯皮肤主要利用了石墨烯导电导热块 柔韧度高和透光率强的特性不同 氧化石墨烯薄膜过滤技术主要利用了石墨烯与水之间相互交融时 若即若离的神奇特性 虽然石墨烯表面排斥水分子 但一旦被进入到水中 石墨烯薄膜便会发生细小形变 导致薄膜的孔径变大 从而使得体积较小的离子可以和水一起穿过薄膜 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研究团队的努力下 如今他们已经能够精确控制石墨烯薄膜孔径大小的形变 并通过还氧树枝加以固化 从而有效阻挡不需要的离子 进而实现了将海水过滤为可直接饮用的淡水 不过只是这样还是不够 因为石墨烯本身不仅造价成本高 而且产量也低 用石墨烯膜膜来过滤海水 仍然存在着无法量产化的问题 所以安德利海姆采用了氧化石墨烯来代替单层石墨烯 所谓氧化石墨烯其实是石墨烯的一种衍生物 虽然它各个方面性能相比单层石墨烯都会逊色一些 但却可以直接在实验室中 利用某些基底材料或多孔材料来氧化合成出来 无论是与单层石墨烯相比 还是与如今海水氮化系统中最常见的聚合物薄膜相比 氧化石墨烯薄膜的性价比都很高 有实现大规模量产的潜力 其实这也并不是氧化石墨烯薄膜的首次亮相 在此之前 这种材料已经被应用在分离气体和过滤离子等领域上 而这次的研究成果 则进一步扩大和细分了这一材料的使用场景 人们不仅可以直接用来过滤海水 还能根据需求 自由调整氧化石墨烯薄膜的孔径 除了适用于更多的应用领域 不管怎样 这一技术都让我们又一次 在大规模实现海水的快速氮化与净化上 看到了新的希望